大家好,我是Ochar,我们书接上文 我在之前的教程中说的是,每次游玩游戏需要单独设置 现在不需要了,修改了之后点击保存 然后保存为全局设置就可以了 这样在游玩所有平台游戏的时候都会加载这个CRT的效果 或者是保存为核心预设,就是玩这类游戏,玩这个平台的游戏的时候 它会采用这个设置 手柄也是一样,在键位设置里面 我上次说的是每次都需要加载 其实在我看来主要是CPS1平台的街霸类的需要这种修改 所以我把它保存为核心自定义键位 就是这个核心的,都默认调用这个键位 用R1做重拳,用R2做重腿 这两个全局保存的知识点和各位分享一下 关于键位的核心默认设置,我要补充一下 以街霸为例 这里有三个街头霸王2,都是CPS1平台 但是我开始使用四大天王这个版本,先保存了这个核心的设置 后来我又游玩街头霸王2,战斗宣言和特别冠军版 在玩这两个游戏的时候,键位还需要重新加载 我本来已经设置了当前核心的默认键位 为什么这两个不能用呢? 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比如这个四大天王,我们看它的信息 这个四大天王它用的模拟器是 模拟器核心是MAME2003 而这两款游戏,我们看它的核心 模拟器核心是FBA2012 它用的模拟器核心也是2012 虽然它们都是CPS1平台 但是用了两个模拟器 所以在这个模拟器里面还要调用我设置的键位 另存一次,设置为当前模拟器核心的默认键位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次见